我們來看到78頁的動動腦 想一想,班上考數學的時候的成績 及格跟不及格的比率 兩者的合一定會是1嗎? 好,我們班上呢 假設說有50個人好了 50個人好了 其中有10個人 不,4個太少了 往前邊點一個 37個人及格 但是有13個人不及格 對不對,這是二分法 及格跟不及格是不是二分法 對不對,不是及格就是什麼? 不及格,對不對 好,及格的人是37個人 對不對,不及格的人是13個人 加起來來多少? 50分之50 一定等於什麼?1 所以這裡的答案就是 不管你分母多少 不管你及格人數多少 不管你不及格人數多少 反正只要在你這個班 這個集合裡面產生的是 二分法的所有題目的比率 和一定是1 也就是說不是怎樣 就一定是怎樣的 沒有產生第三種情形的 這兩個加起來的和一定是1 好,我們再講一次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 好 好 假設說我們班上有37個人 然後呢 及格的人有15個 然後不及格的人有22個 好,為什麼是22? 因為37點15的22 對不對 合起來一定是37分之37的時候 它一定等於1 這樣了解意思嗎? 好 所以為什麼我們即格加不及格 在同一個班上 他們的和一定是1 原因就在這裡 好,這題的答案是一定 很久不見 呢 幾次 是 不錯 為甚麼 轉 不給你 謝謝 謝謝